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诺保护美国的自由 不授钱总统特朗普支持者等极端分子的威胁 拜登在一份由他的新竞选团队发布的视频中宣布了这一消息 视频开头展示了2021年1月6日 特朗普支持者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攻击镜头 35岁的技术经理布拉沃非常高兴 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我非常激动 因为作为一名同性恋者 我知道在其他政党领导下 我的权力可能会受到威胁 然而民主党人对拜登的年龄表示担忧 44%的民主党人在周一完成的一项路透社民调中 表示他太老而无法竞选连任 特朗普76岁的高龄也让35%的共和党人对其年龄表示担忧 57岁的民主党选民公共政策顾问艾萨克森表示 我希望会有更多的候选人加入竞选 我认为年龄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有重要的想法 他们需要在我们的政府中有发言权 尽管拜登的支持率相对较低 但他的助手们相信他能够再次击败特朗普 据路透社民意调查检释 在注册选民中 拜登领先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 支持率为43%对38% 4月25日 支持艺庄艺术Drag社群的人群 聚集在佛罗里达州议会大厦前的台阶上 抗议最近一项被称为 攻击LGBTQ同性恋社区的法案 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于4月11日 通过了保护儿童法案 禁止儿童观看成人影片 LGBTQ同性恋倡导者称 该法案针对的是艺庄艺术表演 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 被外界预期会签署该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周二活动的演讲者包括 州参议员斯图尔特和众议院成员埃斯卡曼尼 他们投票反对该法案 斯图尔特说 我们不会做事人们摧毁我们的生活 该发言引起了群众的欢呼 埃斯卡曼尼说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与我们的女王和国王们并肩作战 反击佛罗里达共和党的恐同和跨性别议程 在前往州议会大厦集会之前 佛罗里达州各地的艺庄艺术Drag社群支持者 阿德勒利露天剧场附近 32岁的帕克前来表示支持 他说在过去的8周里 我们看到了佛罗里达立法会议 在2023年会议期间 对同性恋LGBTQ社群前所未有的攻击 Drag艺术艺术不是犯罪 它是一种艺术形式 帕克继续表示 今天是向佛罗里达立法机构展示 无论他们做了什么 无论他们多么努力 我们的同性恋LGBTQ跨性别 Drag艺术艺术社群将永远存在 并且我们将继续茁壮成长 4月25日是韩国总统尹希月 与美国总统乔拜登 举行华盛顿峰会的前一天 在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上 他们表示双边安全同盟 应演变成为一个供应链 和面向未来的创新技术同盟 韩国总统表示 韩美同盟必须跨越新阶段 共同克服包括经济增长放缓 与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竞争 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复杂危机 尹希月说 技术霸权的竞争 能源问题和气候危机 日益给商业活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美国韩国经济面临新挑战 经济增长放缓 令投资环境不稳定 尹希月表示 从1965年一家韩国和一家美国公司合资企业开始 韩国已成为全球存储半导体生产的领导者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 他说 美国的核心技术和韩国的先进制造能力 将创造巨大的协同效应 将使两国受益 此外 两国领导人将探讨联合应对措施 以抑制朝鲜不断加强的武器发展 特别是朝鲜最近测试了其首款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尽管朝鲜表示 其武器是为了自卫 防范来自美国和韩国的威胁 美国总统拜登夫妇本周将在白宫 为来访的尹锡悦夫妇举行国宴 纪念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70周年 该条约在朝鲜战争已停火结束后 将两国的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 周四 尹锡悦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 这是十年来第一位受邀这样做的韩国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黑利4月25日表示 他自称是不可原谅的新生命派 并表示将努力创造一个更富有同情心的 关于堕胎的国家对话 黑利说 我确实认为 在堕胎问题上存在着联邦作用 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拯救更多的生命 完全取决于是否做到迄今为止 没有人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找到共识 黑利说 他相信民主党和共和党 可以就获得避孕措施的需求达成共识 这位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指责民主党人 散布有关共和党对堕胎问题的极端虚假言论 他还抨击了部分共和党人 特别是那些呼吁对堕胎女性进行刑事起诉的 更保守的候选人 他说 我们都可以同意 堕胎的妇女不应该被监禁 有一些人甚至呼吁叹处死刑 那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不轻生命的立场 自去年夏天最高法院废除了罗素韦德案的裁决以来 许多由共和党控制的州 正在推动进一步限制堕胎的措施 而由民主党人掌控的州 正在通过新法律保护堕胎权 大多数共和党人对白宫打击限制堕胎权的努力 视而不见 随着新法律生效 如今 选美13个州的大多数堕胎被禁止 对堕胎问题的关注使民主党选民们热情被激发 并在中期选举中避免了一些失败 爱迪生研究公司的选民调查显示 四分之一的选民将堕胎视为首要关注问题 61%的选民反对罗素韦德案的最高法院裁决 负责审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强奸案法官 在4月25日的民事审判开始时 下令律师们保持沉默 以避免发表可能导致暴力的言论 美国地区法官卡普兰 在确定的9名陪审员面前对他们进行了训捷 陪审员将评估特朗普是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在一家百货公司示意间强奸了前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 并且是否在否认此事时诽谤了他 本周二晚些时候将开始开庭陈述 预计此案将持续一到两周时间 在陪审员质询开始之前 卡普兰命令特朗普和卡罗尔的律师 告诉他们的客人和证人 不要发表可能煽动暴力或研发社会动荡的言论 76岁的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 于2022年10月称卡罗尔的强奸指控是骗局 他还说他捏造这次事件是为了宣传他的回忆录 并宣称他不是我的类型 79岁的卡罗尔正在寻求未透露金额的损害赔偿金 他称这次事件对他造成了重大的痛苦持久的心理伤害和隐私侵犯 他援引了纽约州的一项新法律 成年性侵受害者可以起诉他们的袭击者 即使时效已经过期 卡罗尔的案件是特朗普面临一系列诉讼和调查中的一项 特朗普是2024年总统竞选共和党人中的领讨者 而特朗普涉嫌的性行为可能会在政治上造成损害 虽然特朗普否认了所有指控 特朗普没有出现在法院 双方律师均表示他不大可能作证 英美烟草公司和司法部4月25日的一份法院文件显示 英美烟草公司同意支付超过6.35亿美元的罚款给美国当局 因其子公司涉嫌密谋违反美国制裁 向朝鲜销售烟草产品并实施银行欺诈 根据公司和司法部的说法 周二和解的核心是发生在2007年至2017年间 向朝鲜销售烟草 朝鲜面临这一系列美国制裁 以扼杀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的资金来源 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案例都是向公司发出的警告 他说这个案件代表了美国司法部历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罚款 英美烟草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大烟草集团 生产幸运草和灯洗路牌香烟 其2019年年度报告称 该集团在许多受到各种制裁的国家开展业务 包括伊朗和古巴 而在这些国家的业务 使公司面临着重大的财务成本风险 英美烟草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你与美国司法部签订延期起诉协议 而其位于新加坡的一家子公司 英美烟草营销新加坡则认罪 此外 英美烟草公司还单独与美国财政部 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达成了民事和解 英美烟草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斯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非常遗憾 由历史业务活动引发的不当行为导致了这些和解 承认我们没有达到人们对我们的期望 根据法庭文件 美国司法部表示 该公司还密谋欺诈金融机构 以使他们代表朝鲜实体处理交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燕民身份为人所知 在他的国家媒体照片中经常手持香烟 去年5月 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向朝鲜出口烟草和制造烟草 但遭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 美国白宫4月25日表示 美国正在与乌干达政府 就其反同性恋LGBTQ法案进行最高级别的接触 该法案将成为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之一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表示 他将在重建同性恋者的规定 确立后签署世界上最严厉的反同性恋LGBTQ立法 并誓言不屈服于国际压力 布塞韦尼在上周四的一次会议上告诉议员 他支持他们上个月通过的该法案 但会将其送回议会进行加强 美国欧盟和主要公司谴责这项法案 乌干达将面临制裁 就像他在2014年签署另一项 反同性恋LGBTQ法案时所面临的一样 反同性恋法案将对严重同性恋行为处判死刑 并对宣扬同性恋者判处20年监禁 在被定义为严重同性恋行为的罪行中 包括HIV、艾斯病阳性时进行同性恋行为 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 美国政府表示将不遗余力地抗议此项法案 法案的通过引起了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 他们表示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倒退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将使他们在社会上面临更多的歧视和恐惧 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在乌干达和非洲大多数国家 仍然遭受着广泛的歧视和迫害 这部分是由于宗教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这些群体经常被驱逐家庭和社区 面临被监禁暴力和谋杀的风险 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乌干达政府立即废除这项 针对LGBTQ同性恋人群的歧视性法律 也确保该国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 解决的人群体 解决的人群体 解决的人群体